来到现场就看到我个人来说 虽然套戏真的一样 但设定和玩具都出得非常出色的 真或者新蒙面超级系列by FreeZero 两个这么安静 不是 我在配合你 我配合着对套戏的热情已经冷却了 陆陆续续都已经出了产品 这次FreeZero一次过就是电单车和2号一起出现 这件事挺令人开心的 I'm so sorry 我不知道今天介绍这个FreeZero的Scycone 我早知道是搭上Magic的Scycone 正面对壁 这是最好看的画面 可惜正面对壁 很抱歉 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笨的东西介绍 我们这次先谈车和人 你这个人的车已经准备了 所以先谈车 没问题 看到这次这个盒都非常滴色 和Magic比较 不知道我今集会尽量 虽然我没有带车来 但我玩过一下 我都会用我个人的观感 来一个PK 盒来说 看你喜欢大还是小 Magic是老年那么大的 它也是一个绿色的 不过是有手腕的 不过是有手腕的 而这里就会见到这个 有了整个东西的Color Tone 而这个Magic用了 电单车的标志来做封面 但Magic的盒子这么大 它里面到底装什么呢 摆明是浪费为止 而且它的手腕也没什么用 因为它的盒子是很轻的 不是很轻的 是车很轻的 所以整盒都很轻的 所以手腕是没什么必要的 因为它是大盒 没错 我是拿得舒服的 这是相当尴尬的做法 另外后面也漂亮的 亦都见到这个Liner One 和Sycone的上车图 好 谢谢 接着就真的看看Sycone 看到也已经上了车 或者也转一个圈给大家看 这一次的Visivo 这辆车的尺寸 真的好像很巨型 其实就 是不是大了一点 因为一号的感觉 骑上去好像就 好像比较 我印象 纯粹说Sycone的尺寸 应该是一样 只不过是你玩SXF 车就好像小了 小了 普遍SXF的车很多时候都做小了 是吗 因为方便它骑上去 绝对不会 大腿位 怕它开不了 不要介意 你转圈转上车就能脱 你看到本身 从12寸来说 当然 Visivo的可动性 是真的不用担心的 但是SXF 没有可能连这个 穿了皮裤的都比不上 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那Midic的 骑不骑到上车呢 骑到 没问题 都可以 不会爆 其实本身两个厂的拉打 特别是皮裤的做法 以及预留的空间的位置 都预算得很足 所以在下半身的可动性的分别 其实是不大 明白 那我们先谈谈车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很关心 就是这部车组织重不重手的 有Ricky来人体磅重 是 看有多重 真的很重 我听闻 阿交易是否在镜头后面 说的1.5K 对 差不多1.5K 真的很重 你觉得会不会重过那些 重过什么 重过什么 什么 千合金 真是要 好像人们去量度过 这部Medicum的车有多重 大概300多克 5倍左右 5倍重量 如果大家是合金控 不用玩这个 这个是完胜的 车面有点像谷漆的颜色 这种是谷漆的颜色 白色也有 因为这些黑色和死气喉的位置 很有金属的感觉 白色就好像有点牙色 是不是牙身色 也不是 其实是光面朋友 也是光面朋友 刚才我们试试到 这个很漂亮的 那个理带这个链 也是会跟着车 一起跟着走 你可以留意一下 它后面里面会有一个避震 而那支避震是一个针的蛋黄 是这里 其实本身 Medicum也好 3Zero也好 也有做到这个 避震弹簧 我真是说 我很快地 叫做做PK Existing 在外观上 其实大家没有大分别 感觉上 重量 真的完全有很大分别 但是Medicum 或者我直接说一些优劣 大家最关心的卖点 没得谈 这个一定是3Zero赢了 头灯 亮灯 后面 引擎 亮灯 大家玩这个1比6的时候就觉得最舒服和最开心的事 Medicum是没有灯的吗 没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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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 差很远 那就是带輸 对了 差很远 而Medicum赢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换回这一个牌后 原则上我们的穷鬼就不用买两架车 一架车就交易 可以变成二号的银色死气候 可以理解为你买两架3Zero的车才等于一架Medicum的车 没错 另外一样真是原性 就是3Zero原性的地方 就是价钱 你完全是不可抗力 真的一个Double 差不多 真的真的真的一个Double Double就是用来给你买多一架死气候 当然 整个车的车型其实大致上两个都差不多 如果纯粹说Medicum 在这些位置的收息就会好一点 因为我看到这些是金属来的 所以可能细致位就未必有Medicum那么好 但记住 价钱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可以比较的是车底 车底本身你会看到车胎也有做到一些旧化 两者 不要介意 其实我都觉得 Medicum也好 3Zero也好 其实做些机械的内胆 就不够细致的 以3Zero的功力 我觉得它可以再加一点 多一些旧化 就会令到那些层次 或者那些质感 会再漂亮一点 现在就好像比较干净了 两个牌子都很干净 细致度Medicum略盛 但价钱和这个换味 完全是3Zero 完成 没错 大致上是这些 都是那句 看你要什么 你要追求这个完美外观的Medicum 不要计价钱 如果综合性 你又想好玩 价钱又要合理一点 3Zero就是一个不宜的选择 如果你是穷的 我这些都不关事 多一句你一架就两架 在地下收拾 垃圾房 换一步运气 反正都连尾了 对了 好了 另外一个重点 登登 那就是2号 2号也出现了 开盖式 可以揭开来看看 选择QC的 都是3Zero一罐开盖式的box 然后后面有个 帥哥的姿势 旁边有腰带 其实现在我觉得 3Zero的盒子 都帥了很多 现在的设计好像 帥哥了 主要是因为 做盒设计的同事 对Carmen Rider 非常有爱 不怪之得 有爱的东西是特别漂亮的 所以 变单车的盒子也很漂亮 对呀 我觉得他好像有心机了 砌那些 logo 图案 Medicum也是用logo来做个表 一个绿色都是三个 完全没有box 我不敢说没有box 其实真的说 不要说拉打这些 叫做图腾 其实每一个 改造人的图腾都 设计得很漂亮 你说找他来做这个封面 都不是一件坏事 看你喜欢什么 三个好像很一样的感觉 这个其实真的是 感觉到爱的 好了 那就来了 因为之前 因为其实3Zero 这两兄弟 这两只一二号 都放过很多展览的了 那时候一开始 都说 究竟高度 是不是好像差一点 是不是好像差不多高呢 现在实货出来 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 是绝对有分别的 还有那个比例 是英俊的 三个质地都不同的 这件是干湿外的 这件是溶外的 原来这个旗里面的设定 都是这样的 是的 由于因为2号 身高高很多 所以你看下去 线条很流利的整个状态 整个状态 整个感觉好像是 好像美型 好像很有型 是的 有型的这一只 但是我觉得 原来的头发 这个就用胶发 之前那只有一些 直发 是不是直发 这样 好了 德哥现在摆上帅子的姿势了 有些超大close up 拍着它震 很辛苦 但是拍摄2号的时候 就会对 对了 感觉阳光好多 没有OK的 整套 差很远 看到本身身高差 而且真的说 就着外形来说 都不需要担心的 另外也要提提 就着两件外套 你也看到是不同的质地 这一件就安全一点 不过也提外话说一说 我自己 我本身的SHF 搅拌了一件外套之后 是适宜的 如果大家有玩开1比3的Dolfi 也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 未必有机会 不过大家要安全一点 玩完 除了一件外套 用一个胶袋 搅拌着它 分开放 这样就最安全 现在看到德哥 你放了这个姿势之后 你也看到 其实他的丝巾 是里面有内藏铁线的 是可以咬到的 而且这个也是跟Midicam 最大的分野 是呀 老实说 我完全不明白 其实Midicam的身体 是出得很漂亮 每一样的细节 真的跟这个特殖 很接近 你老实说你就是不弄一条颈巾 那条也不知是丝巾还是纸巾 你真的浪费了 这个就 你看它是see through的 大佬 很令人有遐想的 这个就很漂亮 这次2号 我觉得头盔 可能原则的剧片也是这样 我觉得是较软身的 比1号是较软身的 好似所以整个东西的感觉都是光鲜一点 对了 还有複眼 也是很漂亮 现在这个有没有亮灯的 可以亮灯的 对 蜜蜓的位置可以按 我也不记得了怎么开 是否拔回后路 好像说已经 亮了 有有入电了 WOW 好似也有 当然没有 没有灯的 是什么来说不玩这些 除了那些 呃呃呃呃 呃呃 所以你看看 灯灯灯灯 多醒神 亮灯之后 超漂亮的 还有不知为什么呢 我真的觉得这个2号 不知道是不是人人又高了 又帥了又大了 那种感觉呢 它连腰带呢 我上次看1号的腰带 感觉好像就 感觉好像小了一点 但你看到这个2号 我又觉得好像又没有这个 又没有这个感觉 怎么办呢 照计就不会有分别的 对了 但是我觉得总之 是因为整个 因为卡拉通 整个2号 都是很顺眼很漂亮的 我觉得 所以未来 我希望应该都会有的 我想都会用这个Body 弄一只2加1号 没理由 我想都会相当之 用这个Body 弄一只相当之有异 打零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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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一点拍片吗 认真 再看大家看对比 那个胸口甲是不是一样颜色 应该是除了腰带不同颜色之外 还有裤子 还有2号 也有它的经典白色 银色这条边 1号是没有的 这个就有了 所以这2号好像适合 好像价钱也一样 价钱一样 价钱一样 2号整体上 你感觉上多东西很多 对了 感觉上好像比较仔细 多一点东西玩 多一点东西 会不会在脚里做出新高差 不肯定 应该是 对了 就是这样了 这个有没有直销的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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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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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好像是13多 还是14多 应该这只人是14多 然后车好像是不是19多 人是14多 对了 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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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很大 好 好 这个是 图案的 哈哈 1800 車是1800 德哥,再放一個最喜歡的拉打 你玩蒙面超人,你不放這個姿勢 是浪費了它 兩間廠都是這樣,腰部都動不了 始終這個設計沒有辦法 複甲的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完全明白 其實他在電影中,他都是向後向 用姿勢來避充 有鏡頭的角度來避充 踢的動作是有點古怪的 趁德哥在玩的時候,我都很想讚他這隻蝦的做法 如果這樣看,你真的不太覺得他斬開了一隻拳 而且他可以換一個純造型的 沒有這一節的純一隻長蝦 就算有這隻長蝦 其實他這個位置也切得很漂亮 真的不太覺得他切了 就算你動也不覺得 真的好像一隻拳 Maticon本身是一體成型的 不過也說了一點 其實腳管的可動也OK 可能他的膠皮軟 沒錯 但還是那句,大家是求這件事 說來說去 Double Rider Kick 好,先玩了 待會見 待會見 期待0號 0號真的要露入了